我没投过票 我就知道收复台湾岛 活着林志玲 这是我最感兴趣 林志玲是挺可爱的 我上次碰到一回 我觉得没人会觉得人家不可爱 他那个我跟他一握手啊 你知道他都是握着我的手 行屈膝里啊 你知道吗 哎呀我恨脏弄的 我差点跟他做一样 我觉得这就是 你说人家这个真是特别 对啊你说握手 你看我们连学举当中 人家马英九从第一年选 他是直降握 到现在要降握 然后都降到九十度握 哎呦这都是礼貌 对对对对 台湾人都有教 人民就是教高高在上者啊 懂得非空居西 所以你说连企业老板 看这个领导人都这样子 都降握以后 他是不是要跟员工也降握 所以这是一个风气来的 哎我问你 你去飞到明天 就飞去到那之后 你直奔票站吗 直奔 先回家拿我的这个身份证 然后拿起这个 用带印章的 对印章的对对对 然后呢我还得 你自己还有印章 台湾到现在还是有印章 对 而且我好久没头 其实我有点紧张 有三张票 然后呢 对对 要换准 而且呢老师以前知道 你就盖下去 你不可以就是有一点点 就是一点点印的话呢 这张就作废 把你名字的印 盖在你要选的人 不是不是 他会有给你 不是不是 千万不要错误宣传 对 很多人就这么多票都错 拿自己的印章去印 不是他选票上面会附一条线 那个绳子绑这个印章 你要用那个印章来印 不是用你名字的印章 你的名字只是去登记的时候 报到的时候 千万不要错 大家注意啊 不要被多文涛这个忽悠了啊 充分反映了台湾服务业 是尔玛的精神 他妈了 你们对投票太不理解 你们这帮大陆人 我们画对歌不可以 就全部都按规定的 然后一点点不对都不行 而且我小时候还当过唱票员 好开心哦 就是会选的 因为他是在学校里面 我就在我家隔壁国小就投票 所以大家会说 为什么一天我就可以开票 因为我们的投票站 这都是已经规划好的 根据 这个速度很高 速度速率是很快 当天就产生 你看我们要选 那么几百位的立位 我们要选一位领导人 我们还要再选个什么政党票 这么多的一天 你在明天十点前 绝对什么都出来 而且是准确的 明天十点就晚上十点 就知道了 晚上十点 之前 然后我们还会唱票 我们以前是说就唱 例如说一号斗文涛 再交给第二个人 再看一次 一号斗文涛要三道 到第四道是官方的人以后呢 他们再确定这是 斗文涛好再放进去 所以这一切 小时候都要去 所以我好紧张 好开心 小时候 你一小 台湾实行民主才几年 你小时候就 那时候我们 就连我小时候也有了 那时候选举立委了 就台湾的这个民主化 不是大家所以为的 真的是李登辉时代 蒋经国时代 然后开始就选 选领导人了 选总统 不是的 他这个地方选举 是早很多年开放 比如说民选的县长 是早好几年开放 民选的议员 县议员到立法议员 也是早几年开放 所以他这个民主化的过程 并不是说蒋经国时代 忽发奇想快死了 然后赶快你们搞民主 不是 早在他在世的最后十多年 二十年就已经开始 循序渐进的操作 所以他真的是一个过程 对 但是你觉得 你们比美国人 是不是更情绪化呢 我觉得还难免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现在不会 现在真的到好多了 但是台湾 现在是美国人很情绪化 美国人在闹情绪 没没没没 对已经不会有那种 真的说什么 打起就是打起一言不合 不能谈天的情况 现在还有人猜呢 说最后一刻 会不会又哪炸了 那实在是被陈雪扁 吓坏了对不对 我觉得不是说 完全没有这种机会 但是这个社会的气氛 不再是这样 你知道台湾 我今天看新闻 台湾的警察局 不但是严防治安 而且就是通知各个大佬 帮派的大佬 管束你们的下属 不要生事 此时此刻生出一点小事 而我个人认为 今天最后一天 应该也不要会有事 因为讲直接一点 你陈雪面玩过子弹 然后我们上次市长的时候 很紧张 连顺文不小心 也被一个子弹弄 就说两个党都发生过这种事 你现在再发生 民众不会相信你 以前以为有点什么事 我是要吸选票 我才发生事情 但现在我觉得 如果今天或在最后一天 再发生什么 大家只会对这个政党 是予以鄙气的 因为这已经没有信任感 闻到你为什么觉得 就是没有什么悬念 我今天看报纸还在讲 就是说 蔡英文和马英九很接近 是很接近 但是仍然是马英九胜算比较高 直到这一刻 我还是这么认为 为什么 只看他们最后两天的竞选的布局 看得出来 就是蔡英文还在很努力的 在台中几个地方跑 在拉票 那相反的国民党 好像已经老神在在 我不晓得他是放软手脚了 还是没有 但是如果你到最后一刻 你可以给人一种 你在放软手脚的感觉的话 那大概是他们信心很足 好像马英九就在台北逛了 是吧 不过当然这也可能是个策略 就是他在告诉大家 我们一定了